嗨 大家好 我是大叔 这是唐人聊唐山系列的 Part 1 这一期我们会讲到 李小龙 中国的真功夫中式快餐 唐山大兄这部电影的那个时代 还有China 这个中国英文名字的由来 废话不多说 这就开始吧 不知道你听过这个武打巨星李小龙吗? 那那那那 别讲大叔在废话哈 你认识哈 那只能证明 你认识啦 因为也有许多年轻人 是李小龙的小谜弟 但大叔有6%的观众是00后 还有24%是90后 也就是说 加起来有三成的朋友 可能连听都没听过 所以忍着哈 先让大叔简单介绍一下 这位传奇人物 这个李小龙 是中华电影圈的经典武打巨星 也是发明了截拳道路苏家 所以那些练过武术的朋友们 应该都会特别崇拜他 那大叔也是其中一个 虽然现在连脚都抬不过腰了 但对他的崇拜还是不简单脸的 李小龙在美国出生 香港长大 16岁就拜叶问为师 学永春 19岁就到美国去念大学了 双学位 学的是电影和哲学 一个人影响了全世界 他在电影里狂扁小日本 日本人 就将他奉为 武之圣者 狂扁这个美国人 老外纷纷跑去学 Chinese Kung Fu 后来还因此发展出现在的 MMA Fighting 对他是崇拜的不要不要的 咱们反过来套用一句羊老虎的话 他们是不吃其他套的 就只吃这一套 懂了吗?解放军 总之 一点都不夸张的说 咱们要是票选全世界各社人种 最熟悉的三个中国人的话 一个当然是毛泽东 另一个就是李小龙 第三个呢? 哈哈 待会再告诉你 在中国大陆 李小龙有什么影响呢? 中国的朋友 吃过真功夫的快餐吧 营养还是真的好 可惜商标不是真的 没得到他本人还是后人的 肖像授权 所以这两年前 就被李小龙的女儿李湘宁 给告上了法庭 索仓2.1亿人民币 其实 李湘宁事业有仇 也不是为了这钱 2亿人民币 才多少 要是折换成美元也才3000多万 他一一买回他老爸的电影版权 都早已经不是这个数了 他打这官司 主要是为了要真功夫更改logo 不能再冒用他父亲的形象了 毕竟那不是他李家的东西 没理由让他老爸的人头 去给一家企业背书嘛 要多少钱都免贪 其实 他为了维护他父亲的形象 丢到的好处 都已经多不胜数了 毕竟李小龙 是一个已经凝固的时代标记 但企业不是 尤其是像快餐店这种 风险这么大的行业 随时都可能给李小龙的形象 来个毁灭性的重击 那是风险 他是唯一仅存的女儿 扛不起 反过来 要是说他是一个不孝子女 为了钱 早就和这家企业谈好处了 大笔钞票稳稳入带 你说多好 何必为了这个死鬼老爸 就让人家瞎折腾了 唉 这个李小龙 他32岁就死了 当时的李湘林才4岁 父亲在他心中的形象 是绝对完美的 这也是他请其一生 在为父的东西 但曾工夫这家企业嘛 相信国内比较关心商业走向的人 应该都知道 这家企业的内斗 可谓是惊涛骇浪 高潮迭起 斗着那是比公斗偏海斗 他们家的董事家族 都不喜欢在家里 更不喜欢在公司里开会的 他们都是约在法庭里开的 这个说来话场 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大叔也不意料啦 这全都是一群维伦呢? 有一种印了毛主席头像的小海报 看过吧 这都是一群维伦的东西 可以六亲不认的 聊多了 容易让人怀疑人生了 总之 他们家的Logo 用的就是李小龙 当年 念完书之后的李小龙 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发展的 后来又发展得不是很顺利 所以在1970年的时候 李小龙才从美国回到香港 第二年就拍了一部绝对经典 唐山大雄 那是一个讲述 华语苦力劳动阶级 如何在泰国通过肌肉和拳头 报复无良划伤 最终所有的好人坏人 全都死光了 主角也被警察叔叔给抓了起来的故事 那片子大买一死无良 别问大叔这片子 刚上映的时候那个盛逛 1971年大叔都还没出事 大叔生平第一次在电影院里头看的那个电影 是 呃 是那一部1960年 这个 应该是长春电影制片场 拍的刘三姐 那个 嘿 什么街子搞又搞 嘿了了咯 这玩意 还比大叔老上整整的 一轮12岁了 那大叔怎么还能看得到呢? 呵呵 那个时代的电影 拍一部就能上线十几二十年了 要是人真的还能投胎转世的话 想到电影院去看自己前世的作品 那也是可以的 所以 大叔还真的在电影院里面看过 这部唐三大雄 而且还是托了给姐姐拍拖 处对象打掩护的福 当然 那是李小龙死了多年之后的事了 当时 电影大叔是看了 但电影里到底演的是什么? 大叔是一点都不懂的 那时年纪还小嘛 只知道里头人一言不合就开打 什么毒品、斗殴、嫖妓、杀人分析的镜头 一样不少各个精彩 那还真的是要有多暴力就有多三级 要是放在现代 绝对是限制级的 但当时可没这么多规矩了 所以大叔才能入场去领受那么血腥的 同年隐隐 那咱们今天提这部唐三大雄干嘛呢? 没干嘛? 闹嗑嘛 昨天大叔说要聊唐三 下头评论区里面 就出了一堆 要大叔说唐三大雄的留言 重粉嘛 没办法 聊这个 不是为了大雄 就只为唐三 咱们今天到世界各国的大城市去 都会看到所谓的唐人街 那是一个个流落他乡的华人 在各个城市落下的记忆 那东西只有马来西亚没有 有外人就将咱们吉隆坡的磁场街 也叫做马来西亚的唐人街 胡说 马来西亚人是不接受的 因为马来西亚华人是马来西亚的建国民族 从政府到民间 从城市到相远 举国皆是华人 有哪个角落 没有华人努力经营过的痕迹的 岂是一条唐人街可以概括的 所以马来西亚华人 不会给自己整这么一个小圈子自我设限的 也没人可以对华人设限 这是我们的自由权利 但是 即便是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华人 也和全世界各地的华人一样 自称唐人 唐人 唐山 为什么会这么叫呢? 这才是大叔今天要聊的主题 其实在印尼和马来西亚 甚至到今天 都还有一些种族主义的异族极端政客 动不动就会嚷嚷着 要华人 巴雷东山 这是一句马来话 巴雷的意思是回去的回 东山说的是粤语的唐山 捅山 你南语叫做 等刷 这两个字又是摆在一起 从一个极端政客的嘴巴里面 废出来的话 那就不是单纯的一句回唐山 这句话非常严重 意思是要你华人滚回中国去 在马来西亚 这是一句 足以被指控煽动种族情绪的句子 因为华人 从来都不是马来西亚的外来民族 或是这里的聚居者 在华人到来时 这里根本就没有所谓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我们不是规划了哪个别人的国家 而是和当时在这里的马来人和印度人 一同协议了一个社会契约 向殖民者提出独立的表述 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 就是现在这个马来西亚 这个逻辑够清楚了吧 所以 我们是主人 不是客人 任何想让原生华人 赶出马来西亚的行为 或语言 不仅违法 还涉嫌违宪 是鼠点望主 践踏历史 不可原谅的叛国者 更恶心的是 说这种话的极端分子里头 还有在我们国家独立之后 才从其他地方移民进来的规划者 简直就是宣兵夺主 没出息的华裔政客 为了怕非华裔选标跑票 一个个都只懂对着 同为华裔的政治对手谩骂 说对方纵容他们同一阵营的异族伙伴 其实这种煽动种族情绪的政客 哪个阵营没有 却没有一个华裔政客 敢将口出恶言的异族政客 告上法庭的 真是特别的恶心 那是其他个题 是我们家家事 家丑啦 今天大叔先不说了 说了就来气 所幸这种政客还是少数中的少数了 但为什么华人在海外 会像自己叫唐人 把中国叫唐山呢? 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 在历史上也不是近代的事了 甚至有好多国家 在开始救中国之后 都有类似 Kingdom of Central 或是Imperial中华这样的一名 等你去看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 自下商搜往下 为了展现正统 也都只敢改国号 而不敢碰改国名之大不为的 所谓历朝历代 朝说的是政府 朝廷说的是内阁 朝代说的是执政时期 如此而已 但这个国 则永远都只能是中国 这也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感受 中国是5000年不间断历史的 文明型国家的基础 而如今 国际所通用的中国一名 China是怎么来的 大叔在聊印度的那个系列 就已经说过了 印度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以 China 或China来称呼中国了 当然大叔说的印度 和现在印度不是一个概念 当时印度还没形成一个国家 只是当时的南亚及中亚地区的各个小国 对中国都有一致的认知 那这个秦或是China的发音 没有其他的含义 说的都是秦国的秦 那毕竟那是中国第一个 浮原最大的帝国 也是奠地之后的中国 数千年基本领土的 第一个大一统王国 更能况至周往后 秦人一直镇守华西 所以西地方的人 也都只和秦人往来 所以打从他们认识这个邻居开始 就已经China 秦的这么叫了 至于Cina 那是狼的意思 说的是对秦人团结及笑容三战的印象 后来当欧洲人来到了中南亚一带 就从他们那里 知道了这个被他们称为 China的伟大的东方国家了 有些人说 那是大航海时代 欧洲殖民者开始入侵之后才发生的事 实在有点低估人类的活动轨迹了 亚欧非大陆 本来就是连着的 东西方的相遇 其实远比地理大发现 早得多 那你想想 这个亚历山大大帝 在西元前320多年 就已经打到现代的印度了 当时的中国 正在战国时代 西元7世纪的时候 这唐帝国就已经和远在大陆的 另一端的东罗马帝国 也就是拜占庭帝国 确立了输从贸易关系 13世纪 蒙古帝国 便打到欧洲去 还有那个无法确认 有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 就已经出版了他的《东游记》了 那马可波罗是怎么称呼中国的呢? 待会儿咱们才说 但欧洲各国 是开始和南亚地区深度往来之后 为了方便沟通 当然也就跟着他们那么叫了 这也是为什么 拉丁语系的国家 会用 China Sina 或China 来称呼中国的由来 后来 他们自己也开始和中国接触了 做起买卖来了 并将中国人精巧的 五彩幼瓷 尤其是白痴、青花痴等等精品 给运回到欧洲去 发了大财 人家问他们 那漂亮的器物 该叫什么名字? 他们一时也想不起来 什么漂亮的词汇啊 但可绝不能说那是什么 Slamic 或者是Porcelain 要这么称呼 那就卖不得好价钱了 那他们的Slamic 可不是同个档次的东西 这可不只是商业必须这么炒作 事实上 无论是工艺、科技 或是艺术及技术水平 也确实是如此的 这得怎么称位才好呢? 于是 商人们就叫这东西 叫做Chinaway 也就是中国器皿的意思 结果叫着叫着 这个瓷器和中国傻傻的分不清楚 就全都叫成了China 您说 他们也买了大量的中国丝绸 干嘛中国的称谓 就没和丝绸扯上关系呢? 谁说没有 还真有 无论是希腊文中的Siles 或是拉丁文中的Siles 这个他们在古文中说到的 丝绸国 说的其实就是中国了 还有人说 欧洲人有些语言 将中国叫做Sina 也是语言之丝绸 这对大叔这么一个 寻觅老子宗足迹数十年的春夫来说 一点都不靠谱 Sina的叫法很肯定 那是从当初周边国家对秦的认知 传播出气而形成的 您还比如说 秦这短短的数十年 真能起这么大的影响吗? 先不说什么 中央集权、地方管理、杜绝、分封私营、 集中力量、干大日 这些都是当初秦的影响 其实你我今天用的每一个中文字 哪一个不是秦的影响啊? 更多精彩就在下一集 想继续看呢 就点击旁边这个链接吧 再会啦